我们问一个小八卦的问题吧 好 我们哪这么多问题 赵铃兄从影了二十几年 据传说有一个小约定 不剃头 不淋雨 这是为什么 先说不淋雨 不下水 就因为我 我刚刚你说的 有一部戏叫《我稳善良》 里面在扮演一个潜水高手 那就是拍这部戏的时候 曾经溺过水 就是在游泳池里面来拍特写 那但是拍全景的时候 就要到大海 那当时呢 香港呢还没传说有鲨鱼 那这冬就跳下去了 冬天 香港的冬天就蛮冷的 很难受 湿的 湿的 全景我们说的全景 就是这个镜头很广 但是里面人头这么点 那你要从水里面就冒出来 那我就先潜下去 一潜下去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水费 那氧气桶有点怪怪的 就脱了 然后就一下子 在这五秒钟之内我就 一片空白 完全百分之一百的身体的 每一部分都被厚厚黑黑的水 海水包围的 这种好恐怖好恐怖 就是离岸应该是水面 没没没 就是两米左右 但是这挣扎的 非常非常痛苦 好怕好怕 所以从此以后 就这个阴影 就在现场我就不怕说 就是 维持了有十年 维持有十年 所以后来那个 跟人家说的时候 变成一个笑话 我往后的那十年 洗澡的时候呢 洗头跟洗澡要分开 因为水一淋过头呢 我就马上回到现场 所以你要不先洗头 要不先洗澡 要不先洗完澡再洗头 做了病了这是 真的是这样 最近好多 现在好一点 现在好多 不下水啊 对于海来说 我还是有点 有点阴影 但是我在游泳池里面 我是一条鱼 哎呀 还太形象了 这是海马 这个不剪头发怎么是 不剪头发呢 就是 有点 我现在才想到 有点被骗的感觉 当时拍戏的时候 就新人嘛 那有些高层就跟我讲 那接下来这部戏 男一二 演不演 演 要演的 演 要剃头 剃头 那想不想 想 那你看啊 黄润华呀 刘德华呀 梁小伟呀 说了就一大堆 哇 那不成 全剃过头的 都红的 对不对 不剃头是不会红的 剃不剃 剃 我已经跑到 跑到花中间里面 刮啦刮 刮刮刮刮刮 刮了一半 哎 他他他他他 周润发好像没剃过呀 周润发当时 非常红的 对啊 他没剃过头啊 没 在那个时候还没剃 还没剃 我也想 已经看到 自己有一半是没有头发 不剃就不剃吧 对 没有 我还想 这第三张 哎呀呀呀 真干净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有点 就觉得 很抵触这个事情 就比较抵触 但后来 竟然就已经剃过一次了嘛 那他往后 第二第三第四 就剃就剃别 不剃头不会红啊 那所以 这个 我今天看到郭哥呢 那这个 我推翻了 我以前的想法 那真的呀 我还是会剃 会吗 一定 好吧 下个戏我找你剃头 那剃头 剃头就更红了就 谢谢郭哥 就更红了就啊